春困的季节 要打起精神 也要打开胃口 要吃的香辣 更要吃的鲜嫩 材料要简单 做法也要方便 那你可就千万不要错过这道剁椒排骨了 排骨买回来 记得多用清水给它抓洗几遍 洗净血水 姜 蒜 切磨 加入洗净的排骨中 少量的生抽 少量的香油 腌制半小时 为什么这里不放盐 这是一个秘密 等一会告诉你 腌好的排骨盘中马放整齐 别压太紧实了 不然外面熟了 里面没熟 表里不宜 上层铺上成年的老豆豉和剁椒 剁椒本身会带有盐味 待会就会悄悄的跑到排骨上了 所以腌制无需放盐 接着放入蒸香蒸45分钟 蒸锅的话也是蒸45分钟 记得大火 蒸好的排骨 每一块的鲜嫩多汁 香辣又人 香辣与鲜嫩 只要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做法 便能产生奇妙的味道 然而在这个恰当的时候 你想吃什么 告诉我给你做 感谢观看 巧克力 感谢观看 horse 感谢观看